第一天 九月八、九日 這兩天很高興 因為是全家華人聯會成立二十週年 來到大多倫多 第一天 全家華人聯會成立二十週年 開我們二十周年的全國會議 在這艱辛的二十年裏 全家華聯成立之初 就發動到由加拿大的太平洋 到大西洋 全國二百八十多個華人組織團結起來 為了對加拿大一個黑暗的歷史 對華人這個人頭稅的不公要平反 不離不捨 努力了十幾年的時間 終於在2006年6月25日 總理哈鵬代表全加拿大 在國會宣布加拿大 向加拿大華人平反人頭稅 和過去的歷史作出道歉 這個勝利不單止是屬於加拿大的華人 爭取得到公義 而且是屬於全體加拿大人 我們都知道加拿大有多元文化政策 如果加拿大的多元文化 不能夠使到生活在加拿大裏面的加拿大人 人人平等 這個多元文化政策 還會等於是空白的 我們在今次今日華人 可以得到公平平等的機遇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紀念我們的先條 所謂加拿大由建設鐵路一直到犧牲生命去參軍 而是沒有權利作為加拿大公民 加拿大的華人有七八八年已經來到加拿大 但是要去到一九四七年才可以作為有加拿大公民的權利 這個爭取來之不已 今日的新移民是非常之幸運 來到加拿大一個人人平等 也有多元文化政策和法例保護的地方去發展 我希望新移民要尊重我們的先條和過去的歷史 但是也都應該更加要有權傑的精神 使得華人社會可以更上幾層樓 充分發展我們現在所前所未有在加拿大華人的機遇 這事關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不單止是二十周年的年會 我們更加慶祝整體加拿大華人 一個一個里程碑地走過來 而我們在華人社會到今時今日 和整體加拿大人是分享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歷史和我們共同更加進一步 足進和諧 大家互相勉勵 來到建立一個更好的加拿大 使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得以充分去發展 而使得整體加拿大有一個更美好的明天 過去兩天來講 這個會議有甚麼成果或決議出來 我們這一次的決議案有三大特點 第一就是全華人聯會國分會會成立這個婦女委員會 我們中國人有句說話 女人是半邊天 全華人聯會去到二零一零年 在全國的十個共同主席裏面 才有第一個女的共同主席 所以我們更加要鼓勵 在全國八個分會裡 要成立婦女委員會 鼓勵我們全加拿大有能力 女士們更加積極參與全家華聯 全體華人關注議題的工作 來幫助推動全家華人利益的工作 然後踏前一大步 第二個方面 我們了解到加拿大的發展 是需要重視到法制和政策 那我們就決議全家華聯 每一個分會今後 要更加關注在他們每一個分會的當地 亦都是遍佈由西海岸到東海岸 三級政府所定立的政策 是否符合全家華人的利益 和全體加拿大華人的利益 我們要積極關注參與和出謀獻策 這樣才能夠主動去保障 我們入後加拿大華人所受過的歷史 不會重現或者會有新的形式出現 而且在這些新的政策或者法例未定立之前 已經有我們華人的聲音在裡面 來幫助推動 而這個亦都是應該的 加拿大華人作為加拿大的一份子 是有責任和應該參與政策的制定 來推動整體加拿大的發展 第三方面 我們要更加鞏固 就是要關懷到我們每一個 加拿大不同的城市所存在的唐人街華房 全家華人的態度 是不會制定一個全國性的政策 來到是適用於或者應該是說 並沒有一個全國性的政策 是適用於所有加拿大所存在的華房唐人街 因為每一個唐人街都是在不同階段發展 這兩個最明顯的例子 一個是屋泰華房 在去年才成立中華房 這個是加拿大可以說是最受重視而最新的 一個準備要開展的華房唐人街 更加是需要各方面的支持 包括主流屋泰華的政策 我都見過 和華人社會的幫助推動 溫哥華作為另外一個例子 今時今日的華浮唐人街 已經是北美洲第三大的唐人街 但是呢 亦有衰退的危機 因為華人社會相當唐大在當地 而且發展到呢 譬如在鄰近的城市 關拿比和列治民 已經是沒有唐人街的存在 因為唐人商鋪和商業活動已經遍佈全市 所以呢 在當地住的華人居民已經不需要去到唐人街 才可以買到華人需要的食物和物品 亦都是說呢 那個挑戰就是唐人街 在當地是需要轉型 和有一個健康的變化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是需要按照當地的情況而定 來幫助、關注和和主流社會 和和當地的政府溝通 怎樣可以把唐人街的歷史保存 而又通過社會力量去使到他們 有一個比較健康的轉型和發展 這個都已經不再只是華人的議題 應該是當地全體社會居民的議題 作為一個非常有歷史價值的華人街 是一個市裏面的一個普貴的資產 所以這種種種意識呢 我們呢 華人自己本身 是要充分去掌握 那我講到這裏呢 亦都就是說華人今後的發展 不單只是要關注自己華人的發展 亦都要注意到 在一個加拿大的大環境裏面 是需要更加深入了解 注意到 在一個加拿大社會的大前提下 華人社會社區 應該是在加拿大社會裏面 怎樣可以受到主流尊重而重視 而一體這樣去發展 這個是事關重要的 這些一部份是要我們自己努力 一部份是需要我們自己華人社會 加強我們對整體社會的認識和學習 都有一個教育的過程 第三方面就是我們需要和主流社會更加好去溝通 來分享我們所關注的議題 而使到他們去明白 而讓他們有興趣參與華埠發展 甚至華人社會議題的主流人士 和我們一共共同去努力 那我相信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發展方向 今後我們需要網上全國加拿大華人的人才 積極參與 大家共同努力 攜手共進